五千年代表帶來金錢貝殼的故事 我是楊世光 好 今天是週末 我們要講個騙子的故事 全集講騙子 兩個騙子 第一個 被騙的郭台銘 在昨天的記者會 股東會 大發雷霆 針對整個東芝的一個拍賣 指控了包括了私募基金 指責了高盛 甚至直接挑明了 跟日本的金產省官員進行宣戰 到底誰是騙子 誰被騙 最近台北股市出現了一個鬼話 一個傳說 就是有一家大型的捐騙商 調高了一家大型的公司 目標價從一千塊變兩千塊 寫了一個兩百多頁的超級報告 歡聲而動 市場瘋狂追價 觀眾朋友 你去想這個問題 兩百多頁報告怎麼寫 這兩百多頁報告不好寫 世光平常做很多研究報告 結果這個分析師 第一個 有人家拿不到的圖表 有人家拿不到的數據 有人家拿不到的未來 寫出這個洋洋傻傻 兩百多頁的超級報告 把股價從一千塊喊到兩千塊 結果市場上瘋狂追價 觀眾朋友 當然這是一個預言故事 如有雷同 純熟巧合 所以這市場很多都是騙 都是騙 都是騙 那這一次被騙的受害者 輪到了郭台銘 所以我們等一下聊一下 郭台銘的故事 那另外一個 郁金箱事件再次翻版 在三百年前我們都知道 在歐洲這個荷蘭郁金箱的一個炒作泡沫 因為資訊的不對稱 東印度公司引進了這個郁金箱 使得整個歐洲的貴族到中產階級 到一般的泛夫種族 這個追逐這個郁金箱的一個風雅 做進行了一個炒作 結果現在這個翻版 發生在全球最大的電動車的廠商 TESLA TESLA忽然公佈 這個發言人講說要在上海設廠 引發了全球電動車的歡聲雷動 結果不到二十小時 馬上被打臉 因為馬斯克可能並不知道 中國現在的監管機制 是非常的嚴格 一旦有這種大型股價的波動 都要馬上進行重大的相關事件的說明 結果TESLA發言人指的幾個合作夥伴 紛紛說沒這回事 引發了今天早上 這些所謂電動車概念股的大跌 我們再回來看 馬斯克的謊言跟TESLA的鬼話 到底這個市場上的一個泡沫 跟騙數有多高端 我們今天請到三位來賓 從鴻海被騙 鴻海怎麼被騙 到TESLA怎麼騙人 我們請到第一位是財經記者 丁環明 好 第二位請教我們的分析師 坦克的孫怡婷 第三位請教我們的分析師 曾煥文大K 說今天全局講片 五七金錢報 帶你瞭解金錢背後的故事 我會不會過 當時的分析師 都會不會過 未來賓師 四個月 年快樂 當時的分析師 當時的分析師 在北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